小的时候您在课本上学过飞夺炉定桥吗 今天咱们就要自驾房车一同前往感受一下啦 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成上 成成成成闪现来到了炉定桥的旁边啊 终于小学课本里面学过的知识现在可以应用到现场了 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乌央乌央的人群哈 首先呢在整个奴地桥的上方 我估计是县旅游所以呢 每次上市的人数不允许太多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 早都已经排起了城 旅游使人快乐 那让人更快乐的旅游出行方式是什么呢 当然是开台防车啦 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打完卡咱就准备回车里了 亲爱的车友朋友们 形容人多要用什么词呢 人山人海 形容水大水势凶猛又要用什么词呢 波涛汹涌 王阿姨太棒了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波涛汹涌的水流 看远处这个位置就是奴隶桥 现在的风刮得很大 所以它不仅限流了 可能这一会儿已经不再让上了 然后这边看 狂车一同出游的小伙伴们 二零 小赫儿 我的摄影是二号 零零号女司机自驾318 几行 现在大渡河加油站快要被飞翔房车给承包了 哇 看这山这景也太美了吧 这山这山这山一路都很漂亮了 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旁边的汽帮行车吧 然后取西瓜 所有的春楼一会儿来 试着西瓜 看着美景 吹着凉风 好了我放适了吧 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的好 所以停下车在旁边 牵了俩西瓜 大家一起吃一吃 吹一吹凉风 走的时候是最关键的 一定不要破坏当地的环境 然后垃圾自己带走 柴面自己擦干净 热爱自由的方式有很多种 可以是房车出行 也可以是自行车提行 真的是318的风景都在路上啊 这一路走 别人的风景都是变幻莫测的 并且有没有发现 我们看似很贫瘠的这个大山上 这个位置叫什么 仙人掌王国 你看 这个山上长的全部都是仙人掌 其实我们在家里 种在盆子里的那种仙人掌 现在呢我们已经从卢定桥出发 去往康定的路上 这一段路程呢 大概就只有一千多海拔 同行的小伙伴已经开始出现了 耳鸣的情况了 这个各位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环境一下的 另外那马上要到两千多三千多四千多 甚至五千多海拔的时候 小伙伴们还有车辆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听哗啦啦的水声 这里已经不需要再开空调了 已经是很凉爽的风了 这一路上碰到了好多好多的房车朋友们 咱现在到了康定的老城区 因为这边建筑物比较多 然后车对车子比较多 不太好找一个停车的地方 所以现在大部队继续出发 准备前往康定的新城区 因为今天是我们尽造的第一天嘛 所以呢想找一个海拔低点地方 让大家先慢慢的吃饮一下